我们现在把整个从转动运动 这边到目前为止所介绍的公式 我们整个重整来跟平移运动来做比较 对于平移运动 我们对运动的描述是使用X对T的函数 对于转动运动 我们使用的是转动的角度对时间的函数 把这个函数对时间来为分的话 对不起这个地方应该是T D X D T 会得到速度 角度对时间为分得到角速率 速度再对时间为分一次得到加速度 角速率对时间的为分得到角加速率 对于线运动里面 质量在转动运动里面就对应到转动惯量 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力F等于MA 在转动运动里面就是Tau等于Iα 记得这边是合力举 这边是合力 那么在线运动里面力量所做的公是透过Fdx这个积分 在转动运动里面就是力举跟Theta D Theta的这个积分来得到我们的功 在线运动的动能是2mv平方 这边是2iω平方 Power Fv这边是Tauω 同样的这边有功能定理这边也有功能定理 那么我们在这一张又介绍了许多这个等加速度运动 等加角速率运动问题 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又介绍了 角动量对不对 对应到力举 这边的动量对应到这边的角动量 而角动量对时间的微分会得到 动量对时间的微分会得到力量 角动量对时间的微分会得到我们的力举 如果没有合外力为0的话 动量是守恒的 如果近力举就是合力举是0的话 那么我们会得到这个微分是0也就是 角动量是守恒量 动量的定义在 线运动里面是mv 在转动运动里面对一个钢体而言 角动量是透过iω来得到 请注意到 角动量对一个单一一个指点 我们是用rxp来定义出我们的角动量 但是对于多指点的系统 形成一个钢体的转动的话 我们可以写成L等于iω 当然我们刚刚已经强调过 L这边L是旋转轴方向上的分量 角动量在旋转轴方向上的分量 这是我们在转动运动跟线运动做类比 这样子可以方便我们做一些记忆我们的公式 的一个好的方法 我们来看 这个例题11-6 这是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一个博览会 这个博览会的目的是要纪念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 在会场中有一个大型的摩天轮 这个摩天轮 在它的圆周上共有36个车子 每一个车子呢 可以 满载60个人 总共有36座车 以致 这个 每一座车的质量是11000公斤 我们现在假设 每一个人的平均质量是70公斤的话 我们现在来考虑 这个 摩天轮在转动时的 这个角动量的问题 要计算角动量 当然我们就要知道 所有转动运动的所有的物理参数 包括 这个圆环的 半径 是 38公尺 圆环本体的质量 也是摩天轮这个 这个车子 这个 这个环本身的这个 质量是三乘以十的五次方公斤 每一个座车的质量是11000公斤 平均每个人是70公斤 每一座车可以满载60人 好这是我们物理参数 而它的转动的转速呢 是 每 两分钟可以转一圈 这是它的转速 Omega 所以透过这些参数我们就可以计算它的 角动量 好首先我们把它的角动量算出来 计算角动量当然要把所有在做转动 运动的这个钢体的所有的质量 所对应到的转动惯量通通把它算出来 对于人跟车 而言的话 我们就把 人 一个人 70公斤 满载60个人 所以乘以60 再 加上 每一座车的质量 11000公斤 所以这个是每一座车满载60人的质量 再乘以 这一座 车子 距离旋转轴的这个距离呢 是半径38公尺 所以我们把 这个 总的质量 乘上38公尺的平方 就是所有人跟车所贡献的 旋转的 转动惯量 另外我们要把圆环的转动惯量算出来 圆环的转动惯量很简单就是圆环的质量乘上半径的平方 所以把我们的参数这两个参数带进来 就得到圆环的转动惯量 所以把 总体的转动惯量就是这两个的和 所以加起来是1.22乘以10的九次方 好 再来我们要处理我们的角速率 角速率是每两分钟转一圈 我们要换成 我们的SI单位 所以 把 一圈是二拍角 两分钟是120秒 把它除完之后我们得到是 这个转速 所以把总的 这个转动惯量 乘以 Omega 就会得到我们的角动量 所以角动量就算出来了 这么大的一个角动量 当他在用 这样的转速在转的时候的 角动量 就是这个数值 好 第二个部分 是说 假如这个已经 满载的这个摩天轮 他从禁止 开始被加速 到最后 这个转速 所花的时间 是 5秒钟 那么 这个加速当然是由 外力矩来促成 他的这个 转速的 从0一直增加到 最后的转速 那这个外力矩 应该是多大 啊 当然我们要计算的这个外力矩 只能算出一个平均的外力矩 好 平均外力矩当然就是由 角动量的变化量 除以 被 加速的时间 对不对 被加速的时间是5秒钟 所以分母是5 然后 他的角动量变化量 一刚开始当然是禁止 禁止所以没有角动量 没有角动量到最后的末了的角动量 是刚刚算出来的这个值 所以 这个减0就是他本身 再除以5秒钟 所以 我们的力矩应该是这么大 好 这个就是 这个 力体所呈现出来的 希望同学们能够对一个 钢体的角动量的计算 以及他的 力矩的计算有一个 最基本的认识 好 我们在前面已经强调了 因为有这个基本的关系 其实就是 这个 外力矩 或者是 近力矩 会等于 DLDT 角动量对时间的微分 如果近力矩是0的话 那么这个微分是0 就表示 L 是一个常数 是一个 运动常数 也就是一个守恒量 所以 就是在 一个 变化之前的 角动量跟变化之后的角动量要相等 变化前对一个钢体而言是 他的 转动罐量乘以 他的 角速率 Iω 所以这两个量也要相等 以左边这个 拿着两个哑铃的 这个 人为例的话 这个人 他原本有一个旋转的角速率 Omega OK 那么 这个时候他的两个手 拿着哑铃是张开来的状 状态 那现在正在做Omega 角速率的旋转 在某一个瞬间 这个人 透过他的手背把两个哑铃拉回到他的胸前来 所以 哑铃 他的旋转的 半径 从这个半径 手背的长度的这个半径 瞬间到0 因为已经到旋转轴上了 所以 这个时候的这个 转动罐量了 就变小了许多 因为 半径变小了 对不对 因为 转动的 转动罐量呢 是跟半径有关的 旋转的半径有关 所以 如果 IF呢 变小了 转动罐量变小了 可是我们知道 这个人所施的力量呢 他是指向这个 旋转轴 所以 这样的力量 是没有任何力举的 对不对 只要力量通过旋转轴的话 这个力量是没有力举的 既然没有力举的话 那么 角动量就没有改变 所以 Ii 乘以 Omega i 要等于 IF 乘以 Omega f 因为这个变小 所以这个就要变大 所以 转速就会突然的变快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在一个高台跳水手的 一个运动的行为上面 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 重力是作用在这个人的重心上面对不对 所以也是一样重力通过旋转中心 所以重力也没有施加任何力举 所以这个人 尽管 透过他的身体的 弯曲的程度来改变他的身体的形状 但是这些力量都通过他的 这个 这个 他的 都通过 他的执行 所以并没有外力举 所以整个这个 人他的这个 角动量 是要守恒的 所以他可以在 转动罐量小的时候转的快 当 伸展的时候 脚 这个转动罐量变大了 转速就会变小 所以这都是一些 角动量守恒的一个应用 好同学们我们来 看一下下面这个 第七个例子 在这个范例里面有一个 学生在做实验 他的用他的 手拿了一个 转动中的这一个 轮子 这个轮子正在转动 以这个 红色的箭头所试的方法 在转动 对于这样的转动呢 我们一般会 常常使用所谓的右手定则 来描述这个转动的向量 我们知道如果 以我们的弯曲式指 拿出你的右手 以你的弯曲的式指 弯曲 随着 转动的方向来弯曲的话 那么你拇指竖立的方向 就是我们 角动量的方向 这个就是 我们在这个 角动量问题里面 所 这个法则 他的 这个向量的法则 我们用的是右手定则 好 当然这个 道理都已经把向量的外积 已经放在我们的这个 规则当中了 所以同学们就按照右手定则 用你的 弯曲的 式指 围绕着这个 转轮的转向 然后 你的拇指竖立起来的方向 就是角动量的方向 所以我们知道 现在初始的时候 这个学生拿着这个转轮 而转轮具有一个向 上的一个 角动量 一般我们会把这个向上这个方向定为Z轴的方向 就像这边所呈现的 好 瞬间 这个学生 把这个 轮子呢 倒过来拿就像这个一样 就像这个图形所显示的 那这个时候 他的 这个轮子转动的方向呢 就变成 弯曲的式指跟着这个转的话呢 你会发现我们的 拇指竖立起来就会往下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轮子的角动量是往 -Z轴的方向 -Z的方向 好 我们的问题 是说 如果 已知 告诉我们 这个轮子的转动惯量 还有他的转动的 角速率 假如这些都给了我们 1.2跟3.9 那么 要问我们说 当 我们把 当这个学生把这个轮子 倒过来拿的时候 会发生一个现象 就是 这个学生本身也会开始转动 道理很简单 因为 这个学生的手 改变他的 拿的方向 整个问题呢 并没有外力介入 所以 并没有 这个 外面的力举 来介入整个系统 就是 来自于内部 因为这个学生的手的 这个 动作 对不对 所以 这是一个 孤立的系统 所以他 并没有 并没有受到外力的作用 来产生对这个系统产生力举的 影响的话 他应该要维持所谓的角动量守恒 但是现在已经改变了原本有个初始的角动量是向上的 整个系统就只有这个向上 因为这个人是禁止 可是 瞬间改变了他的角动量 轮子的角动量往下的时候 那势必 这个人 必须要 发生转动的现象 才能够 增加在 向上的这个 角动量 使得这个角动量跟负的角动量加在一起 可以恢复原来的角动量 维持角动量守恒 所以这个问题要我们决定 这个人 这个学生在做的这样子一个 轮子的持向的反转了之后 他本身应该会开始进行一个 转动的运动 我们要把这个学生转动运动的角速率把它决定下来 那我们知道 根据右手定则我知道这个学生的转动应该要获得一个向上的角 角动量 才能够把这个负的角动量消掉之后 得到原来是向上的角动量 所以他的向上的角动量 一定比轮子的角动量还来的大 对不对 而且 这个因为是向上的角动量 所以他的转动的方向呢 因为拇指要向上 所以 弯曲的市值呢 必须是这样一个转向 所以他的转向 方式呢 跟现在这个轮子的 转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来把利用 这个角动量守恒把它的转速 Omega B把它算出来 当然要先知道 这个人 他的转动惯量 那已经题目已经先给了我们 是6.8 好 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初始的角动量 没了的角动量 有两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加在一起应该跟初始的角动量一样 要维持角动量守恒 所以这个我们知道 一刚开始的时候 只有这个角动量 因为人 是禁止的 所以 初始的时候 这一项是零 等我们把它翻转 这个学生把它翻转了以后呢 那么 这个轮子的角动量 就变成 负的 这个 I F 是负的I 所以 我要算 人的角动量的话 就把这个 搬过去 我就会得到 这个是 这个是负的I 所以搬过来就变两倍的I OK 所以 这个应该是他的两倍 所以我们把数据带进去 应该会得到 原本的角动量 轮子的角动量是这个 I乘上Omega 再乘以两倍 我们要算的是Omega B 所以把I B 这边有个I B乘Omega B 把I B除过来 我们就得到我们的Omega B 所以是每秒转 1.4圈 这样的一个 转动的 角速率 所以这个是利用 角动量守恒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好 我们再来看第八个例题 在这里有一个 一个蟑螂 它的质量是M 它 停在一个 圆盘上面 假设 它的 这个圆盘的质量是 这个蟑螂质量的6倍 并且半径是大R 这个圆盘 正在转动 它的转动的角速率 起初的角速率是1.5 并且起初的时候 这只蟑螂是停留在 离圆星 0.8R 0.8个半径的地方 半径是大R 这个距离是0.8的R 好 这个蟑螂呢会一直往 边缘爬出去 题目问我们说 当这只蟑螂爬到边缘的时候 那这个转盘 它的角速率 会从原来的1.5 变化为多少 好 我们在算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知道 这个系统 不受任何外力的作用对不对 这个系统包括圆盘跟蟑螂 所以蟑螂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都是属于它内部的一个运动 内部的 比如说 蟑螂跟 这个盘面之间的 运动 它有一个正向力跟它的摩擦力 等等 这些力量都在 都是属于系统内部的一个力量 并不是外力 所以 并没有任何 外在的力矩 作用在这个系统上面 因此 整个系统的角动量应该是要守恒的 所以一刚开始 在这样子转动的时候 圆盘有它转动的这个 角动量 蟑螂 在 0.8R的位置 也在做相同的 Omega i的一个 转动运动 它也有角动量 所以总体的角动量是这两个部分 当这个蟑螂走到边缘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也一样有它的角动量 圆盘也有圆盘的角动量 所以把这两个角动量如果加在一起的话 应该要跟 原本的角动量一样 当然 这个时候 当 这个蟑螂跑到这边来的时候 蟑螂的 这个 转动 灌量 从原本的0.8R 变成了R 所以 转动灌量 变大了 转动灌量变大 那么 如果 它的 转的角速率不改变的话 那么 势必会导致 蟑螂的角动量增加 如果这个不改变的话 原盘的角动量也没有改变 那么总体的角动量就会因为 蟑螂的 角动量增加而使得整体的角动量增加了 那就没有维持固定没有守恒 所以 必然 会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 转动的角速率呢会从原来的数值 下降 只有 这个数值下降才能让 整个这个系统的 角动量才能够维持原来的大小 好所以我们 一刚开始先 知道整个 整个问题一定是这个结果 再来我们就用 角动量守恒来把精确的 这个转动的速率应该是多少把它 决定下来 我们知道 这个disk 我们的圆盘它的转动灌量呢 是1.2的mr平方 我们知道它的质量是 是这个蟑螂的6倍 所以是6m 要乘以1.2 就变3m 再乘以r平方 所以是3mr平方 那么 这个 蟑螂 刚开始的 起初的 转动灌量是由这个距离决定的 是 他的质量m 乘上0.8r 的平方 0.8r的平方 所以是0.64mr平方 当 蟑螂跑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他的 距离变成了大r 所以他的转动灌量就变成mr平方 这是 final的 转动灌量 当然 圆盘的转动灌量并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知道起初的时候的转动灌量 起初的时候的转动灌量 应该是这两个加在一起是3.64 所以 起初的转动灌量乘以整个钢体 转动的角速率 Omega 所以 3.64mr平方 我们把这些数据带进去 我们就会最后得到 如果两边的r平方都除掉 Omega 就是 3.64mr 再乘上1.5mr 所以最后的答案是1.37mr 你可以看到 果然要从1.5mr下降到1.37mr 这样才能维持住 动量守恒 好这个就是第8题 我们所学到的动量守恒 可以帮助我们 解这个问题的 墨角速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